昨晚这里承包热搜,景博然一阳千玺合体。 昨晚,第十四届FRSD青年电影展闭幕,十一个奖项颁出,有人欢喜有人沉默。 而就在昨天下午,一排排的粉丝还在雨中狂喊着一阳千玺的名字,将电影节气氛顺势推向高潮。 晚上从举行完青年电影盛典的大剧院里走出,雨还在下,路上会听到有影迷互相打听对方搭几点的飞机, 要不要一起去青海湖,啰嗦多了。 接下来就具体分享一下小万FRSD之行的所见所思,治愈城市,治愈电影,治愈当下。 作为目前均将举办的选在西北的电影节,FRSD青年电影展和平遥国际电影展,虽然地缘相近,但风格大不同。 上面提到的影片中,小万采访到了琴师的导演王小震,艺术死了的导演周胜外,罪夜搭档的导演高涵。 另外还有一部南方戏电影《回南天》的导演高明,说到一号人物, 人为昨天下午黄渤、黄轩、文木野、景博然一阳迁徙走红坛的盛况复经道。